欢迎来到小九撩剧,今天小九带来 锦衣之下 番外之小助理和她的大明星 第156-157集 睡前缠眠惊吓静静地靠在路易的怀里 感受着她身上的体温 原来,幸福是这种感觉 甜蜜,开心,眼里发着光,会变得很知足又很贪心 她微微仰起头,偷偷打亮着路易 路易虽闭着眼睛 却也感受到了她的目光 忍不住嘴角上扬,捏捏她的小脸蛋,还没看够 被发现的惊吓非但没有收敛自己的目光,而是凑得更近 她并不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路易 但每一次这么近看她 自己还是会忍不住心动 她的手指抚上她的嘴角,路易 你说你怎么长得比女生还要秀气好看 路易无奈地甩开她的手指 睁开眼看着眼前这位好奇宝宝,点点她的小脑袋 无奈地笑了笑,第一次有人说我长得比女生好看 惊吓盯着她长长的睫毛,试图用手拽一根下来 被路易眼疾手快地制止了 你看看你,你的睫毛好长 比我的还长,哎,我好羡慕 路易无奈地做得离她远一点,就因为我睫毛比你长 你就嫌爱生恨,要来扯我的睫毛,你知不知道这样我会很痛的 你个小坏蛋 今下捂着嘴,笑得合不拢嘴 眼里甚至笑出了泪花 路易懒得理会她,就平静地看着她笑 今下终于笑够了 捧着肚子,看路易这副委屈的小媳妇模样 你竟然说我夜爱生恨 你这叫做乱用成语 路易哼了一声 这今下如今可是越来越会欺负自己,难道不是吗 你没有,就想把我的毁了 今下笑闹着趴在她的怀里 轻笑道,我的大明星,你是前几年公斗剧拍多了吧 我只是觉得你长得特别帅,我忍不住就想逗逗你 多好玩 你看看你这鼻子,眼睛生的,画出来一样 今下的嘴本就格外会说好话 现在巴拉巴拉,小嘴说了一堆甜言蜜语 听得路易心花怒放,忍不住自嘲地说道 你这嘴啊 真会吹牛,就像那本心花词典一样 把所有的词语都往我身上套了 我要是真那么好,早就是影帝了 今下笑眯眯地看着她 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 不管她什么样,在自己心里总归是好的 她十分捧场地夸道 反正,你在我心里就是影帝 路易捧着她的小脸蛋 轻轻地看了一眼 今下看着她的眼睛 把自己往她身边蹭得更近了 好像一只小猫咪 等着主人的抚摸 路易拍拍她的脑袋 两人没事的时候,总喜欢腻在一块 好像时间都静止了 没有工作,没有周遭扰人的声音 静静地只有彼此的呼吸 这种感觉真美好 两个人呆在同一个空间里 有时候,哪怕什么话都不说 那种心灵上的满足与安全感 就可以让人全身都放松 好像做了一个按摩 他们的感情并非轰轰烈烈 而是在日常点滴的相处中 摸索出了最适合彼此的方式 一个眼神,一个动作 就会默契地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如果非要找一个词语来形容这一段感情 惊吓想,那应该就是细水长流 惊吓打了个哈欠 累了一天,他困得靠在了路易的怀里 路易看了眼时间 已经十一点半,是该睡觉了 他不是一个习惯早睡的人 可是自从有了惊吓 自己的作息时间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 困了,就快去睡觉 路易正想把惊吓往床上赶 惊吓却不肯,撅着嘴对他说道 那你呢? 路易看着自己手边厚厚的剧本 又看看半睁着眼睛的惊吓 看来自己不睡 这个小家伙也是不肯睡觉了 他有些无奈地放下剧本 目前最重要的是是 先把惊吓哄着 惊吓见他放下剧本 得逞地笑了笑 我可没有逼你睡觉 对啊,你没有逼我 是我自愿的 路易回着话 拽了拽被子 一大床被子有一小半都掉了下去 他仔细地整理着床铺 以防止某人睡相太差 将被子踹下床去 他一边整理一边感慨 女孩子都这么爱踢被子的吗? 你看着娇小柔弱 这踹被子可是一把好手 惊吓却抓住他话里的把柄 哼了一声 什么叫做都这么爱踢被子? 路易自知失言 急忙改口 我猜的 你可别瞎想 他整理好了被子 小心翼翼替金下盖好 看着躺在自己身边的路易 听着他急忙对自己解释 不禁乐开了花 我没有瞎想 只是瞎说 瞧把你紧张的 刚还看他困得迷迷糊糊 这会儿倒是精神百倍的 和自己辩论起来 路易掉按了床头灯 伸手揽住金下的腰 语气颇为暧昧 刚不是困了吗? 既然不困 不如我们 后面的话已经不用再说 金下明显感到 他揽着腰的那双手 在慢慢缩紧 原本他只是没有任何遐想 此刻却被他轻易挑起 整个人都微微燃烧着 他想让那股突来的情潮走远一些 却又忍不住他 刻意地勾引 这男人实在太坏 对他过分了解 他半眯着眼睛 稍稍矜持了一下 这几天你这么累 应该修身养性 路易手趁着金下毫无防备 穿过了他的睡衣 他的手微凉 触碰他的肌肤的那一刻 他往后躲了一下 下一秒 又被路易捞回自己的怀里 两人侧着身子 紧靠着 他凑到他耳边道 那不如我们速战速决 争取在十一点之前睡觉 金下正犹豫间 对方已经越发放肆 他正要摇头 问他什么是速战速决 路易已经含着了他的耳垂 气息扫在他的耳边 金下瞬间忘了自己要说什么话 美色当前 他非圣贤 更何况这位美色 如此温柔撩人 他还是十分没有骨气地摸了摸他的脸颊 轻轻凑上去吻了吻 路易望着他 笑了笑 笑容中是说不出的得意与骄傲 金下哼了一声 没有震慑力地威胁道 不准笑 再笑我就 剩下的话 被路易的吻含了进去 他踢了踢被子 这被窝的温度越来越高 不知道是热还是彼此的体温太撩人 他们不仅仅是意乱情迷 还是无尽缠绵 这醉生梦死的感觉 将那情欲烧到了最顶点 惊吓呼地想起了什么似的 微微喘着气在路易耳边说道 不准速战速决 路易将他搂得更紧了 身下女人的甜美 他只想慢慢品尝 他的话 自己一定要遵守 不准那就不准 一场以你的情势结束 惊吓已经困得不行 枕着路易的手臂嘟囔着说了几句 就睡着了 路易想把自己的手抽出来 结果他却把自己抱得紧紧的 只好认着他 既然他喜欢这人肉枕头 自己也便随他好 但是他不知道 这是今下长期形成的身体本能 一个人的下意识动作 最能反映他的心 两个人同他而眠 还习惯和对方相拥 这是情侣间的安全感 路易忍不住分神看着他的睡颜 乖乖瞧瞧一副讨人脸的模样 他还不困 仔细打量他这可爱的模样 许氏睡得深 惊吓嘴角流出了惊液 还扒唧了一下嘴 逗得路易恨不得想把这一幕拍下来 这小蚕猫大半夜的 是不是又在梦里梦见 吃什么好吃的 他小心翼翼地转过身 抽了一张纸巾出来 然后轻轻擦了擦他的嘴角 惊吓大抵是觉得痒 嘀喃一声 迷迷糊糊地说了句 路易 别动 路易把纸巾扔进垃圾桶 偷偷地笑了笑 他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幼稚 越来越傻瓜 看来这都要怪惊吓把自己变成 这副不可理喻的模样 他闭上眼 在他肉乎乎的脸颊上 印了一个吻 最后又怕扰了他的美梦 便关上灯 睡觉 惊吓这一夜 睡得好极了 被窝暖暖的 他都舍不得起来 伸了个懒腰 看了眼时间 已经七点 脑子里飞快算着 要几点去化妆 几点去片场 路易在惊吓醒来的时候 就已经跟着醒来 他终于可以把自己的手臂抽出来了 偏偏惊吓还未发现 还在他的手臂上 翻来覆去 终于醒了 睡得好吗 路易轻咳了一声 清早醒来 他的声音还有些沙哑 惊吓扭过头 一双清亮的毛子 带着浅浅的笑意 看得路易的心软软的 又甜甜的 一大早就能看到 这么可爱的笑容 着实让他心情大好 只是谁又不喜欢看到心爱之人 甜甜的笑容呢 非常好 我要起床给你做早饭 想吃什么 惊吓眨着眼问道 路易对于吃什么这件事还是有些头疼 揉揉眼睛 随意地说道 你说吃什么就吃什么 惊吓就知道 他会这么回答 想了一会 那给你来一份小馄饨 蔬菜沙拉 蒸蛋 再加一个牛油果 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 可以吃得丰盛一点 然后中午正常吃 晚饭少吃 但绝对不能不吃晚饭 路易比了个OK的手势 人是会有惰性的 以前惊吓不在的时候 路易自己的日常生活 都是自己打理 一日三餐 一般都是想吃什么就吃一点 虽然不会过量 但也不会像惊吓这般 打理得妥当 荤素各种搭配 他现在已经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吃什么 反正有惊吓在 也饿不着他 他的生活 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被他掌控 有时候 习惯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他无奈地摇摇头 但是这都是他心甘情愿 心甘情愿 被一个女人掌控自己的生活 他觉得很幸福 内心很满足 再也不会有飘的感觉 路易甩甩自己有些麻痹了的手臂 今夏倒是睡得好 可苦了自己 被他整了一晚上 这会就好像没了知觉般 今夏准备好早餐回到房间 发现路易坐在沙发上发呆 他放下早餐 坐到路易的旁边 摸了摸他的额头 怎么了 呆呆地坐着 路易甩甩手 我的手被你整麻了 现在感觉还有点不能动弹 原来自己是罪魁祸首 今夏不好意思地笑笑 手扶着他的手臂上下按摩 现在有没有好一点 那要不我为你吃早饭 他也只是随便客气地问问 没想到路易竟然答应了 真的要今夏喂 这人还真又知道没救了 我要先喝口牛奶 路易朝牛奶挪挪嘴 今夏拿他没办法 只得游着他 把牛奶端来 小心翼翼地递到他的嘴边 路易习惯早上先喝点温热的水 或者牛奶 这温度不冷不热 正合适 今夏还在里面加了一勺蜂蜜 奶香之余 还带着淡淡的香甜 今夏笑眯眯地喂着路易吃东西 看着他嘴里塞得鼓鼓的 像一个小孩 他忍不住打去 我觉得我应该再给你系一个围斗 要不要再吃一块虾仁 路易摇摇头 很饱了 吃太饱会让胃不舒服 他满足地靠在沙发上 看着今夏吃完剩下的早饭 把长腿架在他的大腿上 懒洋洋地说了句 不想去上班 想和你去旅游 看风景 想做一条咸鱼 想不到一向工作卖力的路易 也会有这样的感慨 今夏真的有些惊讶 不过在勤劳的人 也会在吃饱饭后 生出倦怠之心 这不是他们真的懒 而是因为碳水化合物已经到了脑皮层 让他们生出困意 他笑着看了眼今早的早餐 看来今天早上让你吃小馄饨 反而让你生了困意 明天还是给你来一碗乔麦面吧 多吃粗粮就不会觉得困了 路易朝他比了个OK的手势 今夏把手伸进他的后背 使劲推了他一把 上班去了 今天制片方已经把剩下的尾款打过来 你再想想 这个月还要给员工的工资 他们这几天可都在加班 这加班费也不能少给 今夏嘴里叙叙叨叨地说着 路易一听到制片方把尾款打过来了 瞬间清醒了一些 这下又有动力了 毕竟我现在还得攒老婆本 为了以后的生活 我必须加油 陈福在楼下等了两人许久 眼看快迟到了 路易今夏才从电梯里出来 你们今天怎么这么迟 司机已经在门口了 我们快走 今夏娇叙地看了一眼路易 抱怨地说道 有人想偷懒不去工作 想做一条咸鱼 想去旅游 想去玩水 想去爬山 陈福不用想 都知道今夏说的是路易 他有些惊讶 自己老板这些年来 可以说是劳模 一直兢兢业业 更别提偷懒 看来有了女朋友 男人是真的会变 内心的冒险分子 会越来越少 会更渴望安逸的生活 那这部戏拍好 留一段空档时间 让你们自己安排 目前递过来的剧本 还是挺多的 让哥自己慢慢选 陈福试探地说道 作为经纪人 哪有强迫艺人工作的道理 今夏之道 路易这段时间以来 真的很辛苦 身心疲惫 毕竟他拍的是一部悲剧 对人的情绪消耗 也是比较大的 整个人看着 都憔悴了不少 他看在眼里 也是疼在心里 他们稍后 我 至于 最课 幸ном